最近大陆当局对外公布了新国安法草案 草案重申 要坚持中共领导并强调港澳台 有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这是大陆的法律第一次明确指称香港的法律责任 中共此举被外界批评违背香港基本法 是试图要绑架港人 强迫港人 爱党 5月6号 中共全国人大在官网上公布了 新国家安全法二审草案 草案重申 所谓要坚持中共的领导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并指称 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 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港澳台要维护国家主权 早在2002年 中共为完全控制香港 打压港人的自由空间 试图在香港推行所谓23条立法 结果触发超过50万港人上街示威 港府被迫搁置23条立法 去年9月底 香港爆发了轰动世界的雨伞民主运动 抗议中共的渗透和控制 这被北京污蔑为搞独立 因此外界担忧 现在北京正试图通过新国安法等立法行事 进一步打压港人 强行向香港灌输中共意识形态 香港基本法第18条明确规定 只有列于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 才会在香港公布实施 这包括国籍法等六部法律 国安法并不在内 香港《苹果日报》评论认为 在新国安法草案中 中共首次在全国性法律中 指名道姓要香港承担义务 这违背了香港基本法原则 等于公然阉割基本法 也直接侵犯了香港的立法权 报道指出 新国安法一旦通过实施 中共全国人大就会趁机 把它加到基本法附件三 或者作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所谓依据 此外 新国安法草案进一步强化党国议题 也就是说 中共的机密就是国家机密 甚至于贪官的秘密就是国家秘密 香港人被迫保守国家机密 维护国家安全 实质上就是保守党的机密 维护党的安全 一如在特首普选问题上 北京名言 候选人不能反共 也就是必须所谓爱党 香港立法会议员向新唐人表示 从新国安法可以看出 中共可能试图在以后 通过23条立法和其他法律 在香港逐步推行中共的法律 但目前来看 新国安法本身对香港的影响并不大 上星期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刚刚和中共高层会面 便在会谈中提到两岸同属一中 台湾方面普遍把其中的一中解读为中华民国 台湾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认为 中共此举只会让台湾人更反感 去年三四月份 台湾曾因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触发国际关注的太阳花学运 数十万民众走向街头 抗议当局黑箱操作服贸协议 并谴责中共对台湾的渗透 最终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承诺 一定会先立法再审查服贸协议 太阳花学运才告结束